入口即化 非常细腻 入口即化的感觉很明显 大家好 今天小英和大家分享的是 芝士牛油蛋糕 这里有芝士 有牛油 有低筋面粉 还有粟米粉 这是白醋 牛奶 白糖 三只鸡蛋 把芝士拌出来 牛油 现在先打鸡蛋 稳定一只大盘 鸡蛋 小心不要弄穿蛋黄 因为蛋黄要分开 今天这只芝士蛋糕 需要两只蛋黄 三只蛋白 多余的蛋黄 先拿出来 鸡蛋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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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鹜蛋黄 将锅蛋黄 鸡蛋黄 放几 dot 浸开 Horary 可以 Triangle 放茶 不永 稍微搅拌均匀 很容易 放入锅水 加入牛奶 继续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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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放蛋黄 蛋黄有点凉 温度要注意 把蛋黄拌均匀 这里有低筋的面粉 不用过篩 因为棉糊要过篩 这步骤可以免掉 这些是粟米粉 好 把蛋黄拌均匀 放在一边 这是6寸盘 把蛋黄拌均匀 先将生酱油插在盘上 先将它完成 将生酱油插在盘上 把牛油插在盘上 下铺盘 去把铺盘拌均匀 把蛋黄拌均匀 将铺盘和铺盘拌均匀 放少許白醋 先用低速 先打一會 打至大泡泡 白糖分3次放下去 加上中速 邊位打不到 要雜質下的盤 等均勻 第二次打開 芝士蛋糕的異性 不要打太硬 倒下去 有少許緊手就可以了 比較軟 倒下去是流動不到的 比較軟 現在把蛋糕放下去 很幼滑 非常幼滑 看似水水 但已經流動不到 把它翻上來 直接倒下去 所以這個步驟 要做好一點 前面的工夫一定要做足 做好蛋白箱 等其他東西就會消泡 好 如果滑圈可以不可以 其實不是大力地滑 不是長時間滑 問題不大 沒問題 沒有大問題 好 高高地地滑下去 好 我們裏面已經是預熱好的烤箱了 現在就是放些熱水 放些熱水 大概1cm到的水 現在拿進烤箱裡 上火是180cm 下火是150cm 先烤它12分鐘 其實每個烤箱都有它自己的脾氣 你掌握到它的大概 你就可以做到一隻很漂亮的芝士蛋糕 還有1分鐘 就12分鐘 好 12分鐘 可以開一開蓋 還是很嫩的 色澤 12分鐘之後 我調低一點點火 上火調到150cm 下火調到120cm 好 調25分鐘 好 25分鐘 現在開蓋 開蓋 大約5秒 開蓋 現在跳的時間是30分鐘 好 最後30分鐘完成 我們來開蓋 看看 不錯 好漂亮 用一隻平的碟 把它翻過來 用平的碟 把它翻過來 開蓋 一入口馬上化的那種感覺 是很美味的 今天 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裏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